嗨 下一位病患 請問是哪裡不舒服啊 看起來是腦袋有動 哈囉大家好 我是賈斯汀 我今天終於要去解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現在也是滿忐忑的 然後滿緊張的 那我現在就要先去辦住院手術 然後因為大頭哥哥今天在上班 所以我是要一個人去辦住院 好聽起來有點可憐 沒關係 我住單人房應該是滿尊貴的 好 我們現在要去住院囉 我們待會見 好 我的病房真的非常簡單 就是單人房嘛 還能怎麼樣 然後旁邊就是有廁所 然後廁所大概是長這樣 就是 啊 對 該有的都有 沒有沒有特別怎麼樣 然後就是 病床 單人床 那我一個人睡應該是很夠的 但是如果大頭哥哥要睡的話 他只能睡這一個 蛤 這看起來是有夠難睡的 真的辛苦他了 然後從裡面看起來就是這樣 好 我要在這邊住 三天 還OK啦 也不算難呆了 這就是我會住三天的病房 大概就是長這樣 然後 我會在這邊住三天 那今天是第一天 第一天我要做的就會是一些 先做好心理檢設嘛 然後還有一些身體上的狀況的準備 然後明天我就要去動手術 然後第三天看觀察 怎麼樣 如果OK的話就可以出院了 所以我會在這邊三天 為什麼我會住單人房呢 在不被影響的情況下 把這件事情記錄下來 我想要拍成影片 所以如果選雙人房的話 我怕會吵到別人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選單人房 大頭現在是不在這邊啦 因為他還沒下班 那他下班之後會過來 其實我一直期待這個住院 其實期待還蠻久 因為我前陣子真的很忙 然後終於忙到一個段落了 我就安排這段時間 我要來處理這件事 終於可以不用那麼忙 然後這段時間就可以好好休息 所以我前陣子的心態其實有點糟糕 因為我就是把住院當成假期 在期待 所以我一直非常期待這件事 好 我只知道這樣有點不太好啦 沒有人會期待去看醫生的 但就是前陣子真的有點太忙了 現在雖然就是忙了一個段落 但是我現在其實還是要工作 所以 剛才就是要去一下門診 我剛剛就有去洗牙 然後我在洗牙的時候 我非常的俗辣 我就會問醫生說 我們是洗牙還是輕助牙 因為我非常的怕看牙醫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我們只是洗牙 不是輕助牙 所以不會有那個 的那個聲音 雖然也有差不多的類似的聲音 但是不會這麼可怕 所以就只是洗牙而已 然後在洗牙的過程中 我問醫生說 欸醫生 那我有沒有助牙 他就左翻右翻 然後他真的找了一陣子之後 說真的沒有 然後我說 可是我已經八點沒有看牙醫了 因為我是一個 非常怕看牙醫的人 我非常討厭那個聲音 可是我運氣非常的好 因為我非常不容易蛀牙 我已經八點沒看牙醫 他還說就是 完全沒有蛀牙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運氣超好的耶 那反正我現在就是洗完牙 然後我在十二點之後 是不能吃東西的 現在是五點左右 所以我現在要去吃晚餐 然後大頭還沒有來 大家應該有看過那個表吧 就是孤獨指數排放棒 第一名的是什麼 大家知道吧 就是一個人動手術 我雖然沒有要一個人動手術 但是我現在也是差不多了 我一個人在這病房裡面 一天非常的孤單 而且很冷 是真的很冷 這次病房真的冷到爆炸 所以我現在要趕快去吃個晚餐 好好暖和的身子 好我現在在我家牛排吃晚餐 給大家看一下 我吃的是這個 義式熟成樂言 因為反正大頭還沒來 所以我現在是晚餐要自理嘛 好吃點心 很冷 現在時間已經晚上快有點了 大頭哥哥快要來了 然後我們待會要開直播 因為這個病房真的非常冷 真的冷非常誇張 所以我有在病房他們要了一個杯 真的我真的沒辦法入睡 因為真的太冷了 就是在開直播之前呢 有來看過我們的直播應該都知道 就是我們只要在直播的時候 我們都會一直吃東西 可是因為護士他不准我跑太遠 就是他不准我在外面龍流鼻什麼的 所以我就只能在樓下的7-7隨便買 就買了芒果乾 香化餅 其實應該是原味的比較健康 雖然原味的熱量就已經很高了 但是我想說反正就是都會胖 那不如吃喜歡的東西變胖 火動 這是冰噴了 木瓜牛奶 這是我今天直播要吃的東西 然後待會大頭來的時候 可能還會再去買一下東西吧 因為他可以外出我不行 然後現在真的好需要他 還有一個人在這邊真的好無聊 而且這裡真的好冷喔 我好需要有人陪 我需要有人跟我說話 所以我才要開直播 我的頭哥終於來了 我的頭哥終於來了 你有什麼問題 我的外套 我真的快不能死了 他不能調熱一點嗎 我不知道欸 欸 我倒是沒想過欸 不行喔 你好聰明喔 聽說他們隔天才發現可以調溫度 你知道我在這邊等你等了多久嗎 我從早上9點等到現在 現在到晚上9點 大哥 大哥 我就很爽是吧 你知道我一個人在這邊 你知道我一直在床上哭你知道嗎 我一直哭 因為沒有人陪我 舒不及了 還是還發生了 我要 我要有人在我旁邊握著我的小小的時候 跟我說你加油 會沒事的 我要這樣 又不是生這樣嗎 可是 也是從我身上拿出一點東西出來啊 哥哥你在幹嘛 受斷吸啊 你人真好 來這邊幫我收東西 然後來照顧我 幹什麼鬼自己做 那藥員你來幹嘛 那你 照顧藥員你來幹嘛 欸 你要洗衣服欸 嗯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麼可愛的對象可以照顧的好嗎 那我都不是找一個可以照顧我的呢 那他可能就沒有像我這麼可愛啊 那要是你找的對象長得跟你一樣草怎麼辦 你是要長草是不是 誰讓我長草 百萬頭神啊 你的百萬頭神這麼恐怖喔 呵呵呵 他們都很愛我 好 現在已經是12點了 所以我住院第一天已經結束 為什麼要去督嘴 因為我覺得我好可愛 哪一方面 臉啊 那第一天就是新收小菜嘛 就是住院 辦住院手續而已 那重頭戲就是在第二天 我現在其實還蠻緊張的 因為剛剛小學人跟我通電話說 他告訴我倒鳥管是怎麼倒的 然後我有點害怕 所以我現在真的有點 痰痰不安 我真的開始覺得恐怖了 但是 我還是很期待開完刀 這件事 所以趕快睡覺吧 晚安 現在說幾點 這個小胖蝶還在睡覺 倫 起床了 剛剛那個阿布里是說 今天去船要洗臉 然後可以換衣服了 然後他等一下晚點會再過來幫你打點滴 怎樣 怎樣 不用 為什麼不用 那他說這個衣服 那個空的那邊在背後 你說那個 很性感的那種冰冷服嗎 那不性感好嗎 很性感 那所以內褲可以先穿著 等一下再脫 我不要 你有適合你 呵呵呵 哥 怎樣 要不要來一個拳泡 這邊是醫院 那我怎麼醫啊 不醫啊 你好醜喔 等一下趕快去摔他洗臉 那你現在先去換上性感的站好 他一點都不性感 你想太多了 來 下一位病患 請問你是哪裡不舒服啊 看起來是腦袋有到 呵呵 如果現在比較實際的問題應該是 音痠 我的皮皮裂成兩半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要出問題嗎 他本來就是兩半的喔 嗯 他不需要 而且我覺得你掛 好酸 靠腰 而且我覺得你掛錯課了 我也要掛精神科嗎 對 醫生 人家最近這邊開始長一些毛毛 可以幫人家看怎麼回事嗎 喔 那是正常的你不用擔心 醫生 人家最近屁裡破了個洞 你可以幫人家看一下 喔 那也是正常的喔 真的嗎 嗯 醫生 人家的弟弟有時候在早上會 突然 那也是正常的喔 可是人家這樣是不是屯玻璃 呵呵 這個梗已經有過了 人家早上 不知道 硬邦邦很痛 很不舒服 這樣很好啊 代表你還很年輕啊 可是我已經28了 我應該要被社會的壓力壓得 喘不過氣才對啊 呵呵 不可以這麼脆弱喔 醫生你想要看更多嗎 我不想看更多 真的嗎 多耶 來啦 趕快去準備好嗎 等下要來幫你打針了 不是吧 休息 痛喔 啊 喔好痛喔 喔 好有感覺喔 睡著耶很舒服 很痛啊 很痛啊 很痛真的很痛 對真的很痛耶 真的很痛 哎呀就像被橡皮筋彈到 喔不 這不是這麼 對 雖然我們就是每天都在幫別人打 但自己被打的時候 對 我也蠻害怕的 嗯 對 好痛 不會啦 就像被那個橡皮筋彈到一樣 嗯 那個像沒有潤滑的樣子 就肚進來這樣 超痛 可以不要這麼鬧鬧嗎 真的很痛耶 不要那麼脆弱 要堅強 這樣你還是要打劈刀 好 那看來也沒多痛啊 我都在做這樣講 我們現在會有人帶你們去拍到房 我來囉 好 那我現在上去拍大房再去那個 嗯 好 那我們現在出發囉 好 有沒有很緊張 我終於可以去吃飯了 我快餓死 我快要好好吃它可以一頓 哈哈 這樣很香嗎 我也好 好香嗎 好香嗎 好 好 拜 可以嗎 好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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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燙 好燙 好燙嗎